一个男人在苏黎世一间托儿上外面 辞到袭击三个五岁男童 苏黎市一间幼儿园外拉起多条封锁线 还有许多远警来回巡逻 因为这里才刚发生恐怖的砍人事件 当地警方通报一号中午左右 一名中国籍男子莫名持刀闯入幼儿园 接着攻击小孩 造成三名五岁男孩受伤 三人被送往医院初步检查后 一人重伤 有目击者向当地电视台表示 案发的时候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 随后有六七辆警车和救护车 以及大量警察到场 男子攻击孩童后 先被幼儿园员工和一名男子制服 警察到场后拘捕凶嫌 初步调查只对外通报 砍人男子是23岁中国籍 疑犯是23岁中国人未知犯案动机 警方时候搜查托儿所附近一处住宅 未知是否与案件有关 苏黎市是瑞士联邦最大城市 也是瑞士银行业的代表城市 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这起砍人案件发生在住宅区 还靠近处理外国居民 拘留许可的移民办公室 事发后附近街道都被封锁 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 仅透露嫌犯正在接受讯问 犯案动机还有待厘清 TVBS新闻 综合报导